我叫陈耀杜文杰 我发觉骗子是真的多 而且我以为这些骗子骗不到什么人 是我太天真了 从他们数量来看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被骗了 我每天都在说不要贪便宜 为什么你们还上当 这不粉丝又来投稿了 聊天记录太长了 我就不发出来了 套路也很简单 买号的真的很容易被骗 建议要不然就找必须可靠的人买 否则再便宜都不建议买 我在游戏上加了这个人 但是一直没等到他 直到第二天才加上 我问他是否是卖号的 说是的 可以加微信详谈 我说没有微信只有QQ 于是我们加了QQ 他给我发来了账号的时装 告诉我正是50的 还有时装更多的100 这种是典型的骗子卖号 假号找回号 百分百的 上这档的都是想花小钱 摊便宜的 没有天生的馅饼 小可爱们要擦亮眼睛 多喝酒 少吃花生米 我故意拖延时间 随便和他乱撑 比如安全问题 是否会找回 为什么这个这么便宜等等 他肯定会让你没有顾虑的购买 回答的也都是些扯淡的 因为我之前问过被骗的粉丝 知道了他的微信号 他微信号就是手机号 我查了下是某声某事的 然后我忽然发了句语音 留队留队 帮我定下位 目标手机号为 目前在我们 是 帮查下具体位置在那 然后我就和小王过去 我等对方估计听完后 忽然撤回 对方这个时候 显然已经蒙蔽了 我怎么知道 他的手机号 我怎么知道 他在哪个城市 这明显不是普通人啊 内心澎湃无非就是 我就骗几十块钱而已 至于吗 我这个时候再补一句 发错了 那我真往发你行吗 结果他说了句 我不卖了 然后就给我删了 我再打电话 也已经关机了 结果我的打电话录音 下一条的计划 也跑通了 拜 好可惜 今天都做到最后了 他想起来 如果再有片子视频 我会暴露五分信息 例如微信 QQ 或者ID 也算和大家有个互动了 帮大家一起去声讨 这样的工法行为 我一个人太累了 大家一起来